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我是李国卿 加息有耐性,缩表可停止,鲍威尔放格,恒指28000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299点,收报27942 成交相当活跃,过千亿的有1131亿 今天成交大固然因为市益冲到上去28000 和今天是一个月结日有关的 好了,讲回今天的题目,鲍威尔放甲 昨晚他放了一只大甲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不单止讲到加息有耐性 这件事其实在1月4日晚讲过,1月中再讲一次 今天1月底的时候,第三次跟大家讲加息有耐性 市场为之非常相信 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不是讲加不加息 是讲缩不缩表 因为呢,其实12月那时讲到缩表是无人駕駛的 自动就会缩的了,市场一直都担心缩表这件事 是会继续下去的 但是这次呢,他呢,可以说那声明上高 挺安抚到的市场的 就是讲到缩表是可以研究停止的 哇,那市场为之一阵 即是可能收水都不收 不收之后大家有个想法 有个憧憬,有个遐想 想什么呢? 那当然是想说会不会QE4 因为呢,其实欧洲央行行长呢 上个礼拜有时已经讲到 就是欧洲是其实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 都可以再买债的 那就是再新的QE 那当然欧洲央行也都不说那是QE 他再买债而已 那么,美国现在都没有说 这一刻都没有说会再买债 那样,不过呢,就研究一下缩表那个 可以,看看是否什么时候需要停止 那样,没有说一定停 但是又说研究这件事 市场已经很开心,为之一阵 怎样震发呢?震奋人心 我们先看呢,昨晚道指表现 昨晚道指升到上去 2万5楼上收市了 2万5心理关口攻黑了 收报25.014,升成434点 升1.8% 那后市,即是现在这一路反弹之中 就不估顶在哪里 因为你一级级上去 那现在的支持呢 就在1月22日低位 大概就是24244 即是不跌穿这些 242这些位 那去到2万5了 这里2万5,这里 其实这里最上一格 一格就去到2万6 2万6就是前这个高位 如果你拉一条下降轨 其实现在升穿了 好了,那除了美股劲之外 他说不加息 收市都可能可以考虑暂停 那美匯指数当然是跌 都跌得比较多的 昨天一枝大阴烛跌下来之后 现在都再跌多百多点 现在就报95.2 好似形成新的一个头肩顶形态 如果跌穿95 那就跌穿颈线的了 美匯跌 就是说那些钱 由这个新兴市场流出来 流向这个新兴市场 有利港股 那你看他十年期债息 不加息主 债息一路下 缩表又可能 有研究可能停止 那些债息 就是多些人买债 债价升就是债息跌 所以你看到他一路 一路升不穿两厘八的 那如果债息一路再是这样下的话 又会不会 大家会担心 就是说那个 Yield curve是很平坦的 那现在这个都有机会 不过这个后话 暂时现在不是说这些东西 最要看着就是说 咦 美股升 美国债息跌 美匯指数又跌 非常之有利环球股市 那内地虽然今天公布的PMI 就是微升0.1点 就是官方PMI 去到49.5 但是其实还是处于这个50 这个收缩区之下 不过不要理 互深300指数 突破这个下降轨之后 如果以收市价来计 3201这个位 收市价来计 是今年年初反弹以来最高收市位 最高收市位 好了 那香港又怎样呢 恒指今天去到冲到上去 最高见过28.0.1.0 28.0.1.0 28.0到过 那接着呢 现在在28.0.1之下 稍稍珍持一下 主要支持位呢 就是27.3.28 就是上一级 就是调整低位 那27.2.60 颈线位当然都是很重要的 只要守在其上 都一直都是反复上升格局的 那现在你看这个大商抵反弹 量度升幅目标 就大概到3万点 不过要提醒大家 短线来看 14RSI已经去到70了 有些超卖 大家要注意这件事 所以短线是可能会震荡 甚至有调整的 那当然 还有要看中美谋谈 谋谈得好就冲得快上去 谋谈不好就倒下来做一个调整 国企指数呢 今天已经收在颈线之上 终于收在颈线之上 第一天 相抵颈线之上 今天都升了1.3% 去到11,035点 也是首次反弹上来 收在11,000点心理关头之上 走势都开始理上 如果连续3天 收在10,952之上 确认升势 智良照度 又冲上去 等它确认了再和大家说 今天如果板块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内地保险股 好像新华保险 今天升了9.4% 大成交 一支棍冲上去 另外一支保险股 中国太平也升5.9% 这支是弱雞少少 但是可能有机会冲上去 因为今天都收在光头阳烛 总结而言 霸威尔又放甲了 说到现在缩表可停止 刺激中港股市 都是向上的 不过要注意一点 就是短线行指 有少少超迈 但是中期仍然是向好的 好了 今天的分析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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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